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保补充保费的六个收费项目 包括股利 利息 租金 以及执行业务收入等等 扣费的门槛将从现行的新台币五千元调高到两万元 估计将会有三百四十二万人因此受贿 补充保费确定调降了 卫福部宣布因为健保的财务良好 从明年日元旦起 包括利息 鼓励租金及执行业务收入的补充保费 扣费门槛将从单比五千元提高到两万元 估计有三百四十二万人可以少缴补充保费 以棉角上限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来算 目前单比百分之二的补充保费大约四百元 明年开始就不必缴了 再加上政府负担的部分 健保一年将因此短收四十二亿 卫福部表示这只占健保总经费的千分之七影响不大 但民间团体批评这样调整还是不公不义 民间团体批评照卫福部的估算 健保到一百零六年就会收支短处 一百零八年安全准备就会不足 在这样的状况下 只调整补充保费根本就余事无补 卫福部则表示 调降的政策是依照行政院的指示 也回应立法委员的要求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三大报都是补充保费减针的相关报道 了解完报纸的头条再来关心 今年第24号的拒绝台风 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预估礼拜天北转 而气象局也不排除在下个礼拜 有发布海上或陆上警报的可能 目前还是轻度台风的拒绝 从昨天开始增强 未来强度有可能达到中台的上限 现在它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朝向菲律宾移动 未来北转的角度和时间 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 那礼拜二到礼拜三开始由于台风比较接近 已经到了菲律宾附近 所以它的外围环流也会开始影响我们台湾的天气 那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 排除最后的强度 在菲律宾陆地之前会有中度以上台风的几率 是不是会发海警 是不是会发入警 跟它发布海警的时间 入警的时间的不确定因素 现在都还非常的大 气象局说 未来拒绝在北转之后 从东部海雨到广东 都是它可能的移动方向 气象局不排除有登陆台湾的可能性 而从周日周一开始 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到了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将是拒绝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北部东半部地区恐怕都会有大雨 记者综合报道 景气低迷不振 中华经济研究院公布了最新的景气预测 大幅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百分之零点九 也等于宣告今年保一没有希望 九月出口斗退路 依旧两位输负成长为负百分之十四点六 出口连巴黑 创五年来新低 国内景气乌云罩顶实在不乐观 中卿院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 数字更惨烈 第三季GDP呈现负成长为负百分之二点一一 第四季也只有百分之一点五七 宣告全年保一无望只剩百分之零点九 四小龙目前出口都是呈现很明显的衰退 而且经济也是走下法的情形 明年的展望来看的话 也即使今年是低基期 但是在成长率可能表现上也不是非常亮丽 专家学者忧心恐怕明年春宴也不会来 景气持续过冬 连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也拉警报 下午召开法说会时丢出震撼弹 对于今年的半导体产值持续看快 成长率一年三度调降 从原先预估的百分之四 降为百分之三 再降为百分之零 完全没成长 在一片景气低迷中欧盟传来好消息 在前年九月欧洲会议通过台欧盟经贸关系决议案后 至今没有下文 但根据欧盟最新的贸易策略报告 内容载明将与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 但没有公布时间表 经济部认为除了争取进入TPP外 又多了另一种选择 如能争取对欧洲自由贸易的谈判 对台湾经济绝对有加分的效果 记者黄六 张国良 台北报道 负责承包高雄轻轨土建工程 以及高铁云林车站的长虹营造商 传出了跳票的消息 除了高铁云林站 可能没有办法进场检修以外 高雄轻轨也必须要暂停施工三天 而目前轻轨工程的总进度落后大约14% 长虹营造跳票 连带高雄轻轨土建工程也受到影响 目前尚未完工的轻轨工地处于停工状态 根据了解 高雄轻轨第一阶段建设统包工程 由西班牙卡夫与长虹营造联合承揽 整体工程进度比预定落后达14% 再加上长虹营造财务出了问题 捷运局强调 将由卡夫单其后续工程的兴建 轻轨也会朝着明年通车的计划进行 不过对于外传长虹营造 把财务缺口指向因为未付10亿元的违款 捷运局表示并非事实 整个案子我们是完全按照合约的规定 来给付相关的这些款项 那同报商已经请领了17期款 那就按照原来的请款的这些相关文件背起 那我们就会付款 18期款大概是1亿左右 受到影响的还有预定于12月1号通车启用的高铁云林站 长虹营造近期已经跳票四百多张 金额达到一亿五千七百万元 有二十多家下游厂商领不到工程款 成立自救会严商如何追回工程款 下游厂商表示高铁云林站现在还有很多缺失要改善 但是没有拿到工程款根本无法进场检修 对此高铁公司表示如果包商协调不成会委由其他厂商做后续完工 就是要确保高铁云林站起用和通车不会受到影响 记者郭财员孟昭全王威雄综合报道 电子邮件以及网络银行发达 让中华邮政也吹起了整病风 将裁调距离近重叠性高业务量低的支局 不过中华邮政也强调绝对不会因此裁员 也不会影响到偏乡地区民众的权益 一大早营业大厅空空荡荡 记东西的民众没几个 这是台北市和平东路的邮局 对接就是师大校园 里头还有个师大邮局 像这样短短几步路就有邮局的状况 全台不升美局 为了避免资源浪费 中华邮政着手思考要整病部分之局 无功的终点这个要右键去采 那当然也要考量 考量到这些支局营业祭典的绩效 就是说如果它是不赚钱的 那来客数很少 事实上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中华邮政表示 电子邮件跟网络金融盛行 也都造成部分支局使用率偏低 将从国军军营内的邮局开始裁 接着就是区域重叠 业务量低的支局 到底总共要裁几间 评估还没出炉 但已经引发民众的疑虑 有的地方比较偏远的话 那才裁掉小的分局的话 那他们那边的人怎么办 他应该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而不是很多 很多叫公营事业民营化之后 就存盈利导向 很可惜啦 针对偏远地区的权益 中华邮政强调 绝对不会影响 一定会维持一项一邮局的标准 中华邮政也保证 被裁册之局的员工 一定会安排到其他邮局工作 不会影响员工的权益 记者零周五郭俊玲台北报导 占地三千坪 曾经是许多寻宝族最爱的台南西门跳蚤市场 被认定是今年登革热的资深源头 而台南公务局也要求业者必须要在一个月以内自行拆除 一早在西门跳蚤市场的摊贩正忙着打包还未收拾干净的商品 整个跳蚤市场空荡荡不比以往 因为这个地方被认定为今年登革热资深源头 公务局要求一个月内自行拆除 摊伤虽然无奈但也只能照做 这个跳蚤市场成立已经三年 占地三千坪 过去只有周六以及周日有营业 但台南自七月爆发登革热以来 跳蚤市场也被停业两周 加上公务局认定这个地方 有违建会影响到公共卫生 所以要求一个月内业者自行拆除 因为它是未经申请许可擅自建筑 我们依建筑法第86条 以及台南市违章建筑处理要点 因为它是属于登革热的一个感染源头 那我们就用台南市违章建筑处理要点 专案拆除 西门跳蚤市场负责人对此相当低调 只强调会配合市府来拆除 目前比较担心的是摊商无处可去 而对于未来会不会将这里改建成其他的设施 吸引摊商回流 要再看状况而定 记者温正恒台南报导 台北小巨蛋因为常常被附近的居民抗议 演唱会常常噪音太大 甚至造成住家的地板震动 就像是发生小型的地震一样 因此台北小巨蛋将从明年的一月开始 规定演出的时候 不可以带动观众集体跳动 今年四月歌手张慧妹在台北小巨蛋 乌托邦演唱会 歌迷情绪沸腾 随着音乐跳动兴奋不已 不过事后小巨蛋收到了上百件附近民众的抗议 所以从明年起将实施管理办法新规定 希望能够平息民怨 要求演出时不得带动观众跳动 如果震动超过63分倍 引起民众反应 住屋有共振 一首歌罚十万可以连续处罚 上万里面的观众集体跳动 就有可能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个结果是希望不要因为跳动而造成 如果对邻近社区有立即性的危险 小巨蛋也可以立即断电 由厂商自负或许赔偿负责任 附近的民众说噪音跟震动的问题 反映了好久 希望新规定能有所改善 如果10点以后还有那种震动的话 就可能不太好 不过也有业界不满小巨蛋 官方片面决定新规定 条文严苛他们无可奈何 希望小巨蛋应该要想办法 强化结构 不过小巨蛋表示 经过评估 目前并无检证的好方法 只能期待厂商配合 记者陈淑君陈丽丰台北报道 文化部补助款洩密案的风波越演越烈 而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文化部政务次长邱 于云 他证实即纯正信函给部长洪梦启 要澄清自己并没有对外泄密 文化部日前遭到媒体踢爆 曾经讨论要拨经费补助执政党立委 每人上线两百五十万引发真业 文化部长侯孟启不只否认还因此请辞 但仍遭到未留 自长邱于云则多次被平面媒体影射为泄密者 为了自清 邱于云干脆寄纯正信函给侯孟启 希望他不要用影射的方式说他泄密 某种程度上我必须要一个正式的方式来告诉他说 我一定要坚持我没有泄密这个立场 我必须让他知道 而不希望他在任何的地方用影射的方式 告诉别人说他知道是谁 文化部的家务事竟然闹上国会 而且次长继纯正信函给部长采取法律行动 成了史上第一遭 邱于云也被媒体见一次 问一次似乎也快受不了 所以你不要乱问 所以你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你问好你把信心搞清楚再说吧 做什么 为什么要继纯正信函给部长 因为我要把我没有泄密这件事情讲清楚 洪梦启原定十五号应付立法院报告 文化部一百零四年度预算 但临时请假认没到 被外界解读是为了避风头 但次长陈永峰澄清 洪梦启十二号心脏不适 在部内昏倒 人在医院才无法出席 洪梦启手机无法取得联系 陈永峰表示 洪梦启正在医院装射二十四小时心脏体外追踪器 从十二号期请假三天 有一颗颗无法结碎的空包蛋稻谷 这是九月二十八日杜鹃台风 在台南市北部各区留下的后遗症 当时的狂风造成稻碎和稻叶过度摩擦而核化 而淹水则影响稻花受粉 稻碎发育不充实 证人正八十岁更重面积一假 洪一天五十岁更重面积十假 他们的田地位于后避的新家里 因为地势较低所有收成为幸免 除了后避区之外 台南还有白河 东山 柳营 新营等区 也都陆续出现相同的延迟性损害灾行 可以预见今年台南市二期到座 势必会严重欠收 因为灾害的损失情形不是很一致 所以是属于持发性的灾害 那持发性的灾害需要等到 他们认为说要等到大概两个礼拜过后 灾害比较明显产生的时候 再来做勘查 能够比较确定灾害损失的情形 台南市农业局强调 从十月二号开始就已经积极进行 勘灾调查 到目前为止 全市受到杜鹃台风影响的灾损面积 共有三千五百公顷 其中有五分之一七百公顷 十二骑水道 农业局会尽速依照 农业天然灾害补助办法 为农民申请专案补助 减少农民损失 记者李慧一许证据台南报道 高雄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 患有肝眼症 她在百货公司上班 长期待在冷气房里面 再加上卸妆不够彻底 睁眼反复发作 而在就准之后 医生在她的双眼 发现各有三百多颗的眼睫石 情况严重 在百货公司上班 不用风吹日晒 又打扮得漂漂亮亮 看起来很不错 不过却也有辛苦的一面 高雄一名三十多岁 在百货夜服务的女性 本身有肝眼症 再加上每天吹冷气 又卸妆不彻底 使得睁眼反复发作 没想到她就诊时被医师发现 有严重的眼睫石 遍布在刘小姐眼皮上的 是上百颗眼睫石 粘着成块的异物 除了会降低视力之外 眼球的痛楚 更会严重影响刘小姐的工作和作息 洪启霆医师强调 台湾有20%到30%的人有肝眼症 如果这些民众长期处在冷气中 只要一遇到化妆品侵入 或空气污染的立状物 就会造成眼睫石 在冷气房里面工作的 还有包括一些计程车司机 他们的肝眼症的机会 是一般在外面 一些工作者大概约是两倍左右 医师警告 眼睫石会伤害眼角膜 影响视力 也会加重肝眼症症状 建议有类似情况民众 不只要彻底清洁脸上的化妆品 也要定期热敷 促进眼睛的新陈代谢 这样才能有效增加 泪液分泌 排出眼睛异物 记者李慧宇许正俊 高雄报道 英国一名在非洲 石子山染上伊波拉病毒之后痊愈的护士 在相隔八个月之后 竟然又复发了 而目前他的情况危急 英国护士保林卡佛基 去年从石子山回国后发现感染伊波拉 接受实验性药物治疗一个月 今年一月康复 但十月六号再次出现不适 医院从他体内又检验出伊波拉病毒 但没有立刻要他住院 措施迅速处理的时机 直到出现晚期并发症 才送入皇家自由医院高度隔离病房 目前情况相当严重 在此之前他出席了公开活动 有过直接接触的五十八名亲友 都接受追踪或者预防注射 但医界认为卡佛基体内残存的病毒 传染力不高 今年五月间 一名美国医生在伊波拉痊愈两个月后 也被发现眼睛内残留病毒 造成眼睛发炎 眼球变色 卡佛基则是第二起伊波拉复发病例 目前医界还不清楚 伊波拉病毒能潜伏在人体内多久 影响有多大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针对九十三名伊波拉康复的男性患者检验 发现四分之一的人在康复九个月后 精疫里还能检验出伊波拉病毒 这些病毒是否会造成复发或者具有传染力 有待进一步研究 世卫组织建议男性康复者需定期接受精疫检查 直到连续两次都验不出病毒才算解除警报 在此期间不应该发生性行为或者全程都要使用保险套 记者是汇中报道 美国纽约州有一名十九岁的少年被殴打致死 而加害者居然是他的父母以及姐姐 而这起家庭悲剧疑似跟宗教信仰有关系 整个案情就像几年前台中日月民工虐死案的翻版 这对纽约父母涉嫌殴打十九岁的儿子自死 被控一级谋杀罪 14号在法庭上两人都拒绝认罪 由于交不出十万美元的保释金 还押后审 同案还有另外四名共犯 包括死者的姐姐被控二级谋杀 目前都已经遭到逮捕 这起人伦悲剧发生在十一号 地点是纽约新哈特福德市这间教会 被邻居形容信仰十分虔诚的这对夫妻 跟女儿教友 对十九岁的儿子卢卡斯 以及十七岁的儿子克里斯都福 进行心灵辅导 后来却变成拳脚相像 因兵两兄弟任罪求赦免 直到星期一重伤的卢卡斯 才被送往医院 但已经回天乏术 家属拒绝透露二儿子的下落 最后警方强行搜索 才在教会二楼找到奄奄一席的他 邻居表示这对兄弟都在家自学 一家人很少与外人来往 还有邻居说 早就怀疑这个教会有问题 很神秘 而且都没看到教友的小孩出来玩 而因为这些案件涉案人的小孩 有七个被交由儿童福利机构照顾 由于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 警方不排除未来还有其他涉案人遭到逮捕 记者陈秋梅报道 《闪电侠》 周日早上十点两集联播就在公视频道 法国儿童绘本会思考的小公民 借由雨果的冒险行动展开一段哲学思考的旅程 3D动画小朋友大问题改编自会思考的小公民绘本 一起来动脑学习发文的艺术 据款2500元 获赠会思考的小公民为什么系列四册 加小朋友大问题动画DVD 详情可扫描QR Code公示网站 波波02 2633 2000 转9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有一群日志时期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被称为湾生 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迫离开台湾 不过心里头始终存着对台湾的思念 而其中一位湾生的后裔把这一段历史拍成了纪录片 也入围了金马奖 回到思念的故乡感动的唱起歌 他们是一群出生在台湾的日本人被称为湾生 日志时期因为日本政府鼓励日人移民花东 湾生的父母带着所有的财产来台湾寻梦 陆续建立了十多处的移民村 没想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 在台的日本人被强制遣返 一生颠沛流离 但他们心中始终存在对台湾的想念 认定台湾是唯一的故乡 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被湾生后裔 田中十家搬上大荧幕 要让这一群爷爷奶奶走得没有遗憾 这部纪录片 湾生回家从八十八岁的二代湾生傅永胜开始 他不但会说台语 也会唱台湾民谣雨夜花 当他再一次回到台湾 虽然老家认不得了 道路拓宽了 但他还是一眼就能认出 这是他朝思暮想的故乡 而八十五岁的女主角 家仓多惠子年轻时就读北英女 年迈体弱后思念起台湾 多次来台Long Stay后 目前常聚在埔里 走过全台踏遍日本历经十四年纪录巡访 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湾生回家 周末将搬上大荧幕 要让台湾人了解这段落叶归根的历史 记者吴耀宇讲龙相特别报道 关心天气气温方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手语新闻 我是牛轩文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乌康仁 我的演员生涯可以说是从公式开始的 从最早的台北异想到后来的一些人生剧展 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中 我磨练了我自己的演技 你到底是要说这样还好吗 就在今年我获得金钟的肯定 我非常感恩 一个好的演员需要一个好的剧本 好的团队 更需要一个愿意扫后的电视台 公式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一个认真用心的电视台需要你的支持 麻烦你 拿起你的电话 请拨捐款专线 02-2633-9922 02-2633-9922 邮政华博账号 1921-3335 谢谢 经典电影院 金鱼妈妈 要我教几遍啊 买回去重写啊 一心想成为编剧的女儿 不顾母亲反对 累上打拼 我妈妈说你妈妈有交代 如果有放假的话 要回去 等到她小有成就时 母亲却罹患失之症 严毅文 夏雨桥 10月18周日中午12点半 金鱼妈妈